好 中韩職棒冠军大赛即将在11月4号跟5号两天在台中洲际棒球场一争高下 那么两队下他的饭店就先来一个证嘛 这个中韩菜肴大拼比 这里有齐开得胜 还有百发百中的深卡球 或者是满贯全类打 中底下加油 热情的口号声由中西谭师傅联手打造 加上啦啦队辣妹就得中韩職棒冠军赛开打前 在球员即将下他的饭店内 抢先挥棒敲出十道佳肴 这个菜对他们的奖 对于他们一个体力上面一个补充 是非常非常好的 中韩冠军赛在即食材大击合十道菜的菜名都和棒球相关 就连外观也很棒球 元气红不浪的要顿羊肉 帮球员补身体 还有家乡味的精彩玩丰盛 也就是万轮猪脚 兼顾南韩飞龙队霸气大满垒 韩国泡菜炒牛柳 再拼出蛋糕甜点完美大满贯 兄弟像SK飞龙队大快朵仪也对决 要表达的就是一个球场 然后中华队的一个精神 然后就是能够让兄弟像和中华队都能够加油 饭店也揭开球员即将入住的住房神秘面纱 高楼层远跳视野 在地的职棒冠军兄弟像将迎战南韩职棒冠军SK飞龙队 高档住宿配上中韩食道菜让球员养精蓄锐 打出精彩球赛 主任性我李某张张军到台中采访报道